大公子 宾客的礼单已经整理完毕 请大公子过目 何叔请点明白几口 不用一一跟我细说的 有些宾客的回礼 还需要大公子指示 什么意思 这不过是一只千年老神而已 虽然珍贵 也不至于让何叔为难吧 这只身是明夜风送的 狼族不是送了白虎吗 这应该是明夜风 私下送给大公子的贺礼 他何事送来的 这个老奴也不清楚 刚才我在整理礼品的时候 在条岸上发现了这只锦盒 还有哪个 虎毛 这只千年人参 是狼族不嫌山所缠圣物 不嫌山众年积雪 物矮风云瞬息万变 就算狼族的大军想得到它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老奴听闻 大军之子阿娜坏 对明夜风非常不满 是其位眼中钉 狼族肃行善让之礼 纵然是大军的儿子 也未必能成为下一任大军 他当然看不惯明夜风了 何叔 此物我从来没有收到过 劳奴明白 夫人 何叔刚才差人来说 大公子在书房处理事务 还请夫人稍候 侯爷平日也这么忙吗 大公子平日 公务确实繁忙 经常整日待在书房 他 常忙于公务 不休息吗 听闻今日狼族前来挑衅 大公子兴许事 还在为此事烦忧 他经常如此 大公子平日离岸时作息 近日事情较多 才会耽误旧情 大公子不仅才情好 而且文武双全 我们全夜城的姑娘 没有一个是不仰慕大公子的 侯爷的事迹 我在辽东便要缩耳闻 像侯爷这样 有担当 又出身名门的公子 自当有许多姑娘仰慕才是 能嫁给大公子 夫人真是好福气 晚夕 晚夕 茶凉了 你先帮我续上 带侯爷回来游热茶喝 是 夫人 干什么氛 酸 奥 烦 叢 是你吗 如今我已嫁入侯府 我不想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你以后 别来找我了好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侯爷 都是百里家的公子 百里家的二公子 和侯爷的性格 真是天壤之别 此话怎讲 在下出城之时 有幸见到了百里二公子的武艺 连我侯府都敢闯 你坏了我的九相 侯爷 打也打了 咱们回去吧 大喜的日子不要弄得不开心 堂堂大幽国 不是最讲礼数的吗 二位公子 在这无人小巷暗算使臣 他是会丢了皇族的体面 体面是跟人讲的 跟你 不需要 不需要 皇爷 此番夜城之行 我收获颇多 一日得以见识到 百里家三位公子 各个英雄年少 我们郎族 是最重英雄 十英雄的 我们欢迎镇北侯 同时 也欢迎三公子 凌叶峰一日之内 得以见识到 百里家三位公子 这是荣幸之志啊 我相信将军 断不会与我家的 小孩子计较 他不高兴 也是事出有意 谁让将军 你不请自来呢 他不高兴 那好无言 能与将军 对酒论英雄 你说我应不应该高兴 将军以身犯险 不会只是为了 与本侯独卓谈心吧 这一次 幸好阿纳怀 让我来侯爷 婚礼上添乱 我们才有机会 在这儿喝酒 承蒙侯爷大度 没让阿纳怀的 奸济得逞 将军 贵族的内务 奔后实在是不懂 好 那我们来讲讲 你懂的 今日之事 真是太危险了 一想到 当时皇帝 就在侯府之内 哀家就心惊胆战 您不必后怕 百里侯府 岂是狼族随意可创的 再说 不是还有洪一洪朔呢 那也不能这样 贸然轻敌呀 真是胡闹 母后 儿臣身在侯府 自是处处都会被保护周全 而且 洪朔还有那么好的 骑射技术 今日之事 儿臣还得好好谢谢他们才是 好了好了 知道你仁厚 不过 你倒是提醒了哀家 洪朔已弱冠之年 也该去戍边 历练历练了 这洪朔虽勉强算得上骁勇 但他毕竟年幼 心性浮躁 也还不够稳重 恐怕此时 贸然让他戍边 会烦惹母后失望 哀家是让他去历城 还有贺瑶在那儿坐镇呢 洪朔不过是去掌掌见识 让他去历城 如此倒也甚好 对了 贺瑶与洪朔也是旧时 他们俩自幼 便在一起长大 看来 确实是朕多虑了 哀家知道你是担心他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吧 哀家今日又惊又怕 身子早乏了 快回去吧 儿臣告退 否则 你不会有个人 又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我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我想起来 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嗯 嗯 嗯 侯爷乃是太子之后 现在郎祖有人 欲于赫世勾结 你和我 理应携手除害 为了保全大有安危 本将大胆猜测 侯爷一定 会不惜任何代价 郎祖万骑将军 十四岁徒手猎熊 十八岁成为郎族第一勇士 二十岁官拜万骑 用了短短数年时间 就将已经分裂上百年的 郎族三十六部落 收服了大半 在本侯看来 将军不出五年 定可统一郎族 成为新的大军 将军如此骁勇有谋 何必找我这个 早已失去权力的 宫壳王侯呢 您是谁 好久不见了 你到底是谁 这府里戒备森严 你怎么进来的 我想去哪儿 谁拦得住我 难道春柳 是被你杀害的 这府里的人 我想杀谁 就杀谁 好大的口气 你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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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别管我 快去追他 他就是那天行刺之人 快去 什么人 他就是假烦春柳之人 你究竟是何人 竟敢在我府中伤人 我要伤人 不需要理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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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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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究竟是什么 传卧府到底有何用意 用意 这还不明显吗 杀了 想杀我们三哥 想的没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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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快追 走 这是什么五谷准数 如此蹊跷 今天晚上我来守夜 今晚发生的事情 不许跟任何人提起 是 你去安排一下 霍叔 把红衣送回房间 是 二小姐 你没事吧 都过去了 挑起狼族和幽国的事端 这个黑国 任谁也背不起 更何况 和女人动手 那岂不是侮辱了我们勇士的荣誉 她 她 她是女人 是烟熙 浩阳丽 应提明空 祸乱还宇 将军 没事 我们走吧 大哥 进来 把门关上 府里出什么事了 这么紧张 陛下派你去书边 圣旨到了吗 到了 你在担心这个 让你去书边 还嬉皮笑脸的 大哥不也是这个年纪 去书边的吗 更何况 百里家的男儿 一定要参举 且要立下斩功 唯有这样 才能在朝堂上立足 父王说的 你还真以为 这是在给你机会 让你去建功立业的 我当然没这么天真 不过呢 事在人为 大幽国的男儿 谁人不想跟狼族交战 狼族犯我大忧多年 是时候给他们点教训了 小错留民自扰而已 我料他狼族 也不敢贸然全军压境 那大哥在担心什么 此次前往历城 最大的敌人不是狼族 是贺氏 贺氏 贺瑶 他能奈我何 贺瑶只不过有一介莽夫之友 他呀 在夜城时就是我的手下败将 整日只值吃喝玩乐 从小到大 在他身上 我从未看到过将才之气 你别小看了这个贺瑶 你们已不是总角之交 切不可掉以轻心 在历城根植多年 他已今非昔比 太后的意思是 诸位大臣都觉得 洪朔是不错的人选 三弟从未驻守过边关 对于修建防御攻势 更是一窍不通 若是派他去 怕是反而会耽误攻城 正是没有错过 于洪朔来说 才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可是洪朔在夜城 吊儿郎当惯了 况且年纪尚小 孙儿认为 毕竟这是百里的江山 身为百里家的子孙 理应去边城 好好历练一番 去历城还有贺瑶 能护他周全 你去了历城 不必在夜城 定要收起你的公子脾气 做好本分 凡事当人则人 不当人也要人 知道了大哥